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宿舍的朋友在2018年是有貴人的扶持 人緣當然特別好 尤其是出門會與貴人的 桃花又黃黃 打算在今年結婚的人士 其實是可以考慮在今年結婚的 如果已經結婚的 就要小心處理人際關係 另外在2018年 你會有一點迷失 或者我應該用一個詞 就是迷思 這兩個字其實有一點是不知道去向的 打算和別人合作創業的 可以考慮一下在2018年落實 但是必須看清楚潛在風險 在健康方面 你特別需要留意一些傳染性的病 和腸胃病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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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